好继续带您来看到先议员 蔡依静21号上午在议会进行见证总质询的时候 对于台湾好行幸福巴士的客运路线规划 要求幸福路线要纳入台11线相关的景点 以及特色文化据点 另外对于中南区各部落聚会所的新建进度 以及修缮 泰巴郎祭祀广场二级传统会所新建工程 县府相关局处能够主动的来做协调 持续的协助来加速完成 地缘财经21号咨询 要求县政府对灾后观光振兴 提出永续游花莲四大方案 纳入台11线相关的景点与特色文化据点 对于旧有聚会所的修缮 以及泰巴郎祭祀广场部落驿站 后续工程追加预算 请原刑处务必依照既定旗程全力推动 观光处有针对 观光振兴有提出永续游花莲的四大方案 从5月10号开始 但是因为我们在海线的部分 它其实是没有这个所谓的铁路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县府要积极地规划如何串联我们的每一个点 然后让我们的在地的从业人员 还有海线的业者小吃店 可以得到实质上的帮助 那今天的咨询结论呢 其实县府观光处还有交通处 对于幸福巴士以及我们的这个台湾好闲的部分 也说会积极地跟这个寿风 还有封兵相公所来进行讨论 那我们也期盼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对于我们的聚会所 本时也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观点 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的聚会所其实有些部分 特别的寿风的部分都有一些进度 但是很可惜的是在凤林的部分 凤林镇目前还没有一个聚会所 但是这些聚会所大部分都是用地都是 我们县政府教育处 所以我这边希望教育处 要积极地来协助我们的部落 那怎么跟圆明处来做横向的连结 我相信只要一沟通的很顺利 应该后续三个聚会所的进度 应该可以超前 我不希望说八年的之后 还没有一个聚会所 那在这里还要提到我们 太棒济世广场的这个部落驿站 的二期工程 因为这其实在去年的八月十四号 就已经动工了 但是它原定是十一月的时候要完工 但是呢因为建造取得 还有一些相关的程序 造成这个部落迟迟无法失作 那这些的这个材料木材还有茅草呢 也因为放置很久有一些受损的状况 那本席在今年的二月和三月 都协同部落和圆明处来进行相关的沟通协调 蔡靖也肯定 县政府在地震灾后的努力都相当辛苦 但也希望县政府能够持续掌握基础工程进度 早日完成这些民众期盼与期待已久的相关建设 记者众多报导